由上海民中美术馆巴黎博物馆联盟联合举办的《维克多雨果天才的内心展览》8月12日在上海开幕 歌手尚文杰作为民中美术馆艺术工艺大使亮相现场 并为雨果展露制了《中英法三语导览》 在大众眼中,著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文学作品的《维克多雨果》 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然而少有人知道,除了作家、戏剧家、诗人外 雨果同时还是一名画家、装饰艺术家 此次的展览展出了200多件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 包含绘画、摄影、书籍、书信手稿、室内装饰、日常用品等展品 多件作品是首次在巴黎外展出 齐全的展品让尚文杰、语法语翻译家、雨果研究专家陈增厚都散叹不已 做导览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么多东西会过来 还真的挺值得来一看的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这么熟悉 我只有五分之一的展品是看过的 五分之四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看到过真迹 这是在这儿看到的 展览按照时间与重要作品的脉络疏理 分五大展区 包括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93年经典插画 显为人知的雨果绘画 装饰艺术作品 雨果的中国情节等 值得一提的是 雨果身处19世纪的法国 却一直关注东方文化 尤其对中国情有独钟 他早期的绘画创作中 有一组东方幻想画 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曾写过一首小诗《中国花瓶》 收藏了中国瓷器和艺术品 上文杰便对本次展览展出的 雨果亲自创作的一组 中国题材画的 木刻才会七版印象深刻 他画的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 然后他把它用木刻的形式刻下来 还上色了 反正是放在他家里做装饰的 那个还挺意外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东方 也根本没来过中国 居西展览将从半月13日起 整至12月1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